强强刺破云霞 放下一身牵挂 哈喽小伙伴们 这里是大逢音乐 时光五百句火星 不知不觉 2021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本期小峰峰 给大家盘点一下 上半年火爆全网的十首歌曲 快来看看你能听过几首吧 No.10 最亲的人 今年春晚最火的歌 小月月高抗磁性的嗓音 欢快喜庆 让现场瞬间沸腾 网友都忍不住调侃道 这么多专业歌手 老是干不过一个说相声的 一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 谢谢我最亲的人 我目送他们心色匆匆 整个字 No.9 错位时空 这首歌悲怂击凉 同时又充满希望 如此伤感的歌曲 定时由九五号音乐人爱泉演唱 在短视频平台 高达五十多一次的播放量 引引来无数网友的翻唱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可让梦初情般的两首空空 心也空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是否看过同样风景 想要轮时长留在错位时空 中时空 时空 再无忌惮的波涛 也从不在梦里 No.8 白月光与猪杀志 白月光是寄与希望无法拥有 拥有却无法再拥抱的 叫猪杀志 同样是手上赶歌 大紫的烟嗓 搭配青蛙的曲调 不得不发人深思呀 窗前的明月照 你独自一人愿暗掉 白月光是年少 是她的笑 穿过人海 跌下海 趁现在还有期待 No.7 星辰大海 这首歌由黄霄云演唱 一时间火遍全网 各路网友也都发起了高音挑战 同时也让更多人 记住了黄霄云 这位飙高音鬼才 No.6 试炼不怪她 阵线联盟 这首歌改变自草盟乐队 试炼阵线联盟 宽快的节奏搭配清脆的女生 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 不得不说 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会玩呀 她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总不肯让我送她回家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 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你说你却不会假作潇洒 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 把过去只说成一番神话 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 No.5 大风吹 在某等栏目舞台上 王鹤也开一口碑 与刘希君两人合作 将歌曲推至音乐热宝 单曲播放突破八十亿 小风风不禁感叹 真是哄声可畏 No.4 来时 这首歌由新兴歌手 戴宇童演唱 歌词句句戳心 表达对生命中 不弃而喻的遗憾 把人深省 引起网友的接连翻唱 我这一次 终究开始来得太迟 错过了你 此后所有的故事 我酝酿好久 却老得掉下的事 以后也没能拥有 收心的 原来我们之间 已没有任何关系 感谢你特别要求 No.3 嘉宾 这是一首电影插曲 原唱张远 与上一首一样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 最后并未走到一起 不是不爱了 而是互相成了嘉宾 装扮得可爱美丽 真美也曾拥在怀里 可惜这是你和她的婚礼 而我只是嘉宾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成全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命 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 我试着衷心祝福你 请原谅我不体面 没初心 选择适配一下 先离席 昨日一生在东方 期待到满下光 No.2 万江 他念了那么多伤感的歌曲 终于来了一首《轻快的》 李玉冈老师 凭借独特的男女腔调 以及长长的画面 激起了无数人的爱国情怀 瞬间火遍全网 在上方 从一生在东方 其大都满下光 我和鸡身与你怀 唱一杯血流淌 南同岗 不共乡 听力极乐极梁 五伙伴将一人爱 千年不灭的夕阳 你爱我 我爱你 米雪冰城 甜蜜蜜 No.1 米雪冰城 你爱我 我爱你 米雪冰城 甜蜜蜜 最近一段时间 有没有被这首歌洗脑 无数个圆滚滚的雪胖子 飘通在某一平台 刷照视频的小伙伴 肯定也会不由自主地 哼唱起来 你爱我 我爱你 米雪冰城 甜蜜蜜 你爱我 我爱你 米雪冰城 甜蜜蜜 你爱我呀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 米雪冰城 甜蜜蜜